我们带来看的是我们一电视记者的独家调查报道 说到了情人节送巧克力给情人 这个感觉很浪漫 但是如果送的人别有知心的话 哇这个巧克力啊 女性朋友你得要看清楚才能够吃哦 因为广受欢迎的金沙巧克力 竟然是被不像的厂商仿冒成为了民间药 透过网络还来公开的贩售 方面上您看到这三颗巧克力要卖118块美金 只喝新台币差不多3300块 网络上的广告说 这个巧克力吃下去会让人百依百顺 而我们记者买了这个巧克力 把样品送到了荣民总医院的毒物科来检验 结果果然验出了有毒品ケータミ 还有迷幻药这些禁药 经过了深入的追查之后才发现 贩售这种冒牌催情的金沙巧克力的网站 在过去有两度被台湾警方查获 但如今他们又卷武做完 你喜欢他倒想犯罪的地步吗 垂情金沙帮你实现梦想 这样煽情的字眼大辣辣的出现在网站上 而且三天之内栽配到家 一颗售价1100台币 我觉得看得出它跟我们一般的金沙有什么不同 连标签什么都看起来是一样的 所以从外观上是可以看 没有办法分辨 真假金沙外观上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假的金沙有不寻常的红色斑点 一定是将样品送往龙肿毒科 检验出毒品成分 它从小克力上面的红点里面去扣下来 有Ketamine 3F MPP还什么东西 一种迷幻料 万一有开始症状出现的时候 通常不会说一下子让你睡着 觉得全身无力 有点阴陷的感觉 喝酒再加这个东西下去 那当然就会比较快 而且比较重一点 如果它是空腹的话 当然也会比较重一点 贩售吹琴金沙的松拉网站 其实是一间大型跨国贩毒集团 1999年因贩毒 仲介买春招警方查货 后来祖贤逃网秘鲁 架设网站卖起强暴玩FM2 吹琴金沙等禁药 2002年招刑事局查货 如今却又卷土重来 其实是它地理在国外驾站 它哥哥在台湾在卖 它人在国外 我们没办法去查鸡 只要没有人去买的话 这些网络就没有利润可图 它自然就有两天观战 那我们当然也有提供这些信索给我们的话 我们警方一定会努力的 想办法去把这个案子破获